经历了醉欧小黄问奖之后 艺人马Keyo几乎都消失在台湾的荧光幕上 这一回睽違四年再度出新专辑 接受访问的时候 马Keyo想到了过世的妈妈一度哽咽 我跟她说妈妈我回来了 然后我来看你啦 然后我这对不起 讲到马妈妈突然奏事 马Keyo在罚片记者会上还是忍不住哽咽 新EP中还有一首要特别献给马妈妈 歌词简单就能听出浓浓想念 不过最遗憾的就是陪过女儿 走过风风雨雨的马妈妈 没有亲耳听到这首歌 如果要唱的话可能我应该会很陡吧 就会抖音啊 因为会想到妈妈吧 然后就会就像刚刚一样啊 就是跟妈妈一两妈我回来了 然后就哦我就不行了 三二一 这次戴的新专辑想要重新出发 不过仙普王的MV最遭网友讥讽 看起来很廉价没职感 甚至还传他感觉就像一个宿醉的人在跳舞 可能是因为妈妈不在的关系 可能我可能就更投入在工作里面 加上历经最欧小黄运奖之后 四年期间 Makio几乎消失在台湾 荧光目前还直言可能就是最后一张专辑 帮助马妈妈来大打亲情牌 希望能够挽回崩坏的形象 云队TV的听众认台北报道